在任何的艰难面前 一定要看到希望 光明一定会来到 我们是谁能支援武汉的 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 换防复服 情况比我们想象中有远距 由此于非典时期 小汤山那样的音乐能够快点建成 同志们 汉明音乐 就是我们要打的第一场战 只要踏进这个门 这就是战场 但是我们是战士 我们得有毕生的心心 有没有 有 同志们 汉明医院情况非常不好 我在医院看了一圈 轻症患者重症患者 和患了其他疾病的患者 和健康人群是混在一起的 这样不但影响救治 反而更加有感染力 尤其是医护人 军人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的职业素养 他们比一般的人更有职业性 更有纪律性 我们只要做好防护 保护了自己才能救比其他人 我把你们带过来 就一定要零传染的 把你们带回去 我希望大家警记陈屋里长说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护 在创造过程中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展示 解放军来之前是什么 解放军来之后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解放军带来的是什么 让他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从混乱到有虚 从绝望到生起希望 就没有监督 我把 yr 看看 谁左右 disable 又上去 一两个 大家好 我们是前来之为武患的 海军军域大仙医药队 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详尽全力 接着万家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招呼 你好 我是海军医大学医疗队的 谢谢谢谢 太感谢你们 谢谢海军公司们 我们 我们太难了 我们来了 我们一起进监作战 是是是 好 陈儒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我海军医疗队的一个护士长 是一个军员 所以不仅仅要完成在医护人员造型的 所有专业的一个呈现 更重要的他是一名军人 进出病房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 做手部消毒 不要拿手摸耳朵揉眼睛 千万不可以 这都是不可以的 另外把手机带回到清洁区的时候 要先拿75%的酒精 进行全面的护士 陈济护士长跟我说 刚到武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 不仅仅是人手是不够 连很多物资 它不是一下子就到位的 可是救助就在眼前 救我 救你 救我 阿姨 救我 我们是海军医疗队的 我们来了就是来救您的 嗯 好 好 小心 好 先等一下 哎呦 救错了 好 好 医护人员就得轮班 赶快去执行自己的工作 那怎么办 他就只能自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软件保护都正在下降 阿姨卡管 上有创呼吸机 是 是 是 没有 没有 您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能把您治好的 我们不会放下你们不管的 他其实有他成熟的压力 要知道大管家在疫情那样特殊的情况下 也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允许 让他可以自主地发挥他想做的事情 这最近忙得多望 我知道 我会从六工作的 想你 加油 刘博这个人是陈如护士长的老公 两个人同赴火神山 但又是平行时空里的不停的交错 路易老师饰演的刘博 在火神山的建设当中 却负责氧气管道的修建 武汉费科医院的供养量 已经达到日常供养风质的十倍以上 所以增大供养系统的设计容量 是我们当前极具克服的难题 陈如和刘博这一对夫妻俩 更多的是向战友 向亲人一般的共同来互相的鼓励 支撑更好在各自的岗位 为抗议做出贡献 你做好防护没有啊 这不过还在你的要求 就做好防护了吗 这只要加紧 放上脚 不能弄 这不错了 所以这个夫妻关系更能凝聚他们这种 他们自身的这种作为人的一个情感 这种特别的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怀 作为90后的一代人来讲 他总想做点什么 我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军医一个小护士 然后等于他一直很勇敢 很想做一些事情 一直想要冲在一线的那种 护士长 你说说事 我请这 我想进您床班 我想在第一线照顾患者 许晨曦这个角色呢 他对军人有一种情怀和情结 是觉得他的所作所为 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 许晨曦 水 到 雲尚班 是 要说这个戏的难处呢 我觉得首先是时间紧 我们也是在试天 就打住一个火旋船的一个紧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时间紧 同志们 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武汉 全国人民也都在支援着武汉 在座的各位 请务必坚守岗位 请务必监督好自己负责的区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见弃火神山 我给大家鞠躬了 创击新冠这场战役 已经进入了最关键最严峻的阶段 经上级研究决定 将接管火神山的证据交给我们 希望同志们在保护好 正身安全的统治 不如使命再创举定 公主们 今天火神山医院正式接受病人 我再次强调 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护 只要保护好了我们自己 才能救治病人 拍摄难度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天很热 我们恰恰第一选择在八月份拍摄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天 要还原成冬天的角色 而且又是穿着防护服 现在三亚拍摄 所以非常非常的热 一定是很闷 而且你会觉得很容易缺氧或者等等 但是他们要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去救助病人 以及他们自身也要承受着 对于病毒未知情况的这种承载力 你们太不容易了 真的 你怎么能太清楚了 你们最厉害的东西 我能看见一会儿 我都感觉我闯不上气了 你带着你要拿过目镜 拿过目镜先不着急戴 我们都是现场有真正的医生在的 就每一步都要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我们很怕出错 我们希望可以把最真实的东西展现给观众 让观众去看到 他们的过程 不敢想听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 一直不敢在脑海里想 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戏播出以后 能让所有的观众 所有中国老百姓 都能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很为大 很感谢所有的优优优独播出以后 很感谢所有的优优独播出以后 因为他们的努力 我们才能有现在的生活 要争取我们现在所有的力气 要给他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要相信人和人之间 总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们对于他人的善意 是要一直存在 每一次军人出现的时候 就给所有的全国老百姓 带来一个希望 你说这风景来了 这事就能搞定了 水